正念的練習是回到當下觀察三個重點 身體感受、想法思考、以及我們的心情情緒 在任何地點你都可以使用正念的練習 哈囉大家好,我是尤安娜 多一點善良創辦人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正念的練習 現在很常聽到正念這兩個字 或許你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我們現在為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正念這兩個字 其實就是當下我們自己的心境的狀態 正念呢,其實這兩個字呢 中文已經非常非常明顯解釋出來了 我們把它拆開來看 正就是當下正在發生的所有事情 OK 念呢,它是一個上面是一個經 下面是一個心 當下、現在、你的心境 所以這個心境呢,又包含了什麼 包含了身體的感受 包含了你的情緒 包含了你的想法以及思考 那為什麼現在練習正念是這麼的重要 流星的狀態我們講正念 當下的發生 我有沒有流星在這個當下 那像這樣子的狀況呢 你可以應用到生活上的很多層面去 比如說你在看書 看完一整本看什麼 忘記了,不知道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一直在發生的事情 我們沒有流星在聽別人說話 我們沒有流星在我們正吃的食物 我們沒有流星在泡的咖啡 喝咖啡的感受 它都是一幕一幕一幕一直過去 那到最後你留下的是什麼 只是覺得哇一天又過了 好忙好忙好忙 我忙在忙什麼我也不曉得 那在更大更大 我們失去的連結 是我們自己身體的感受 你可能一整天都是咬緊著牙根 然後很生氣很生氣 都甚至是握拳了 如果這時候我們有正念的練習 來觀察到我正在握拳 我的肩膀是緊繃著 我們可以在這時候適時放掉 重新回到如實當下的觀察的話 我們可以有一個選擇 我相信我們不是在刺激以及回應中 都是這麼的急事的 正念的練習也是一種 你在刺激跟反應裡面中間 你是有一個縫隙 可以找到更理想更理想的方式去做回應 所以正念的練習幾個重點 會是在觀察當下的身體感受 你的心境如何 想法以及思考 除此之外 就是我們的呼吸 好 呼吸呢 為什麼這麼重要 因為它是這一輩子 一直陪著你 一直陪著你 最真實的東西 所以當下呢 我覺察到我的心情 或者是我的想法 我的思考 一件事情一直揪著我的心 我一直不斷地進去了那個畫面裡面 或是進去了那個情緒感受 你如果你可以在你的呼吸裡面做功課 觀察到我當下的呼吸 你盡量專注在我們的呼吸上 並且以開放接受的態度 讓我們這些想法 思考 情緒感受 它可以同時發生 但你是 最最最最中立的 接受的去看著它 你會發現這些情緒感受 只是來來去去 好 接著我們一起來做正念的練習 請大家找到一個安靜的地方 並且是一個你很自在的地方 接著呢 我們先來到舒服的坐姿 好 坐下來之後 我們先把眼睛閉上 在這個當下 先觀察 你的身體感受 或許你的肩膀 可以再放鬆 臉部的表情 放鬆 放鬆 想像你的頭頂有一本重重的書 你把這本書往上頂 接著再一次把你的重量 放鬆 往椅子上掉落 我們保持我們的脊椎 有一個延伸的感覺 接著把你的注意力 來到你的呼吸 來到你的呼吸 可以把專注力縮小到 一圓硬幣的大小 在我們的人中 就是單純的覺察 身體 人中這個部位 的所有發聲 你可能觀察到呼吸 進出的時候 接觸 人中的感受 然後 我行動 拍攝 感谢观看 如果不小心 你发现 你分心了 请再次回到 觉察人中的感受 慢慢的 再次把专注力 回到你的身体 有觉察到哪里 紧绷 或是不小心 紧张起来的部分 再次的放松 感谢观看 接着我们一起做一个深呼吸 结束整天的练习 慢慢的吸气 慢慢的吸气 把气 鬆开吐气 准备好 准备好的时候 慢慢把眼睛张开 好 我们这次的练习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